伊朗取20年首胜,终结亚洲球队世界杯16场不胜记录,北京时间6月15日晚11点,世界杯小组在首轮B组的一场比赛在圣彼得报体育场打响,由亚洲一哥伊朗队对阵北飞竞旅摩洛哥队,伊朗凭借替伤停补时摩洛哥爆哈肚子的自摆乌龙,1比0绝杀摩洛哥,取得自1998年世界杯以来的首场胜利, 且终结了亚洲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16场不胜记录,作为首次亮相世界杯揭幕战的亚洲球队,沙特阿拉伯出人意料的0-5完败东道主罗罗斯,这不仅使得亚洲球队在世界杯决赛圈的不胜场次延续至16场,更是遭遇亚洲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7连败,亚足连旗下的球队上一次在世界杯决赛圈获胜, 还得追溯至2010年南非世界杯,日本队在小组赛莫伦3比1击败丹麦,历史首次闯进世界杯淘汰赛,但在这之后,亚洲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再无作为,直至今夜,伊朗夫亚洲球队指颓, 2014年巴西世界杯,伊朗、日本、韩国和澳大利亚代表亚洲出战,但四支球队在巴西取得尴尬的三平九负,无一胜计,四支球队在小组赛过后全部出局,其中澳大利亚更是惨遭三连败, 小组赛第二轮日本0比0战平希腊队后,亚洲球队在巴西世界杯剩余的六场比赛中遭遇六连败,加上沙特在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一场完败,亚洲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,已遭遇七连败,作为亚洲一哥的伊朗, 自1998年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2比1逆转美国后,波斯铁骑也已遭遇世界杯七场不胜五负两平,最终伊朗在今夜,时隔20年,再度在世界杯赛场上取胜,可以说是为亚洲胜名了。